我有聽過一句話就是說 想聽聽也好 什麼都生得出來 我不是說不肯認這個績效制度 我們各個不管是公家機關 或者是私人的行業 都有績效的這個制度 可是你不能夠只看成果 你種成果 你清流程這個過程 尤其是警察 我們的這個 你的績效的這個來源 絕對絕對是要是一個合法的 我們以我們本案查獲毒品 黑是黑的情況來講 我有特別詢問了這個偵查隊的隊長 專門在查刑事案件的這個 他說這樣子的一個查戲過程 究竟你怎麼看 他說這一看就不合理 我說怎麼樣不合理 第一一個派出所的小員警 這樣子去查的量是過大 第二查的頻率也過高 第三還有包括跨匣辦案 通常都是請求偵查隊支援的 不會是一個小派出所的所員 就自己過去的 不能夠去縱容他 然後一味的就是講求你只要那個績效 績效是誰的? 績效是所長的 然後你有績效你就會成為紅人 然後你後面就有學弟 不明就里的就會上了你這條船 所以我很想問一問就是說 難道我們就真的只有我們本案的被告 這三位有這個績效的問題 然後有這種黑是黑的狀況嗎 我想有很多的所謂的犯罪的黑術 我都希望我的判決能夠有一些教育的意義 也就是說如果有聽到我今天發言了 我希望有做過這樣的事情可以不要再做 那我也希望做展觀的人可不可以重新的檢討 警察的績效的制度的這一塊 如何妥善的去執行 你既可以達成我們打擊犯罪 也不要造成我們的基層去生這個績效 我有聽過一句話就是說想聽聽也好 什麼都生得出來